今天我们看到2317的鸿海除全息的第一天是稳步的上工 外资在前一天抢先卡位 在当天买超是位居台股之冠 也带动了股价在昨天上涨1.45% 稳步的卖向田全息 而2330台积电传出了库存调整接近尾声 加上了半导体展加持 后市不看淡 在昨天站上了127块钱 也收复了月线 呈现了利空出镜 连续两天都收红 3474华尔科则受到了美光 收复月线的带动 加上了三大法人 连妹买超了3.6万张 并且也已经是呈现了连续5天都是买超 在昨天是爆量 上冲超过了8%的幅度 更是攻克了季线 我们看到面板双股 2409的友达3481的群创 前天虽然说是遭到了外资大举的出托持股 但是昨天尾盘在大单的敲进之下 攜手静扬3% 而更强势的是在6116的彩晶 因为这个股价已经是超跌 近期走出了一波 是犹如V型反转的惊人涨势 在昨天又见到连续第二天带亮功顶亮灯涨停 而苹果即将在9月9号举行新品发表会 苹果的股价在礼拜三收盘的时候大涨了4.29% 不过平盖股在昨天的表现却是强弱分歧的 光学镜头厂3406玉金光在买盘的力挺之下呢 加上目前每股净值高达了69.06元 股价在昨天强攻涨停 但是看到这3008股王大力光呢遭到了外资的畅衰 第四季的成长动能趋缓还有双镜头 明后年才会放量呢 将目标价砍到了2880元 还下修了今明年的获利预估 股价在昨天也下杀了2.88% 跌落到了2900元以下还失守了月线 而3658股后汉维科呢 同步拉回并且超过了6% 是连续4根的黑K 也在昨天呢是灌破月线 而非平阵营呢 因为德国消费电子展 IFA即将要登场表现抢眼 包括3508的位数 2439的美绿都是亮灯涨停 2498宏达电 3311的红灰 2402的一家 以及8101的华冠都是同步的静扬 而再看到的是 Intel的Skylag正式要上市了 概念股可以说是摩拳擦掌 包括了6230在散热当中的超重 还有连接器 3533的加折 5457的宣德 2392的正威 加上了电池当中 321的顺达跟3323的加百 也都是全面的走洋的 至于在金融股则呈现了开高之后的震荡 2889的国票金大涨了3.59% 是表现强势 但是呢也有2885元大金 逆势下跌了1.53% 传产股的部分呢 看到表现火红就在纺织族群当中了 1476纺织股王如虹 今年的获利要拼新高 股价也持续登上了新天价 更带动了1477纺织股后巨洋 淘楼 筒 股